為什麼王昌沒有選擇 現在第二時間在下點裡面 現在雙方做一個消耗 雙方莫伊拉的能量至關重要 這個勝負 不是那麼好判斷出來 是的 現在12隊反而佔據了場上的優勢 把點心踩了下來 Mirror倒地那沒了 除非兩秒內把費殺掉 好像沒辦法 沒有辦法 同時這邊死神是被勾殺 而且我看到莫伊拉大招已是 這邊卡瑞夫先開出來 這一波是能夠把點反踩回來 12隊精精踩到了10%的點位 被英勇隊拿了下來 剛剛其實真的很難判斷誰會獲勝 判斷獲勝的時間點只有兩個 如果再繼續耗下去看誰的大招先好 這是第一點 再來就是看有沒有像剛剛Mirror這樣子的猝死 順可以從上方出來 這是一個非常懷念的畫面 從上方出來開啟的一個 死亡綻放 幫自己的隊友取得這個勝利 我們好久沒看到這個畫面 想要勾對面的大 這個萊因哈特 然後接一個獵利門 但是對手走了另外一側 這是什麼新人類第六感感應嗎 我覺得這邊怪怪的 走左邊好了 Marchkin進場 馬上做了一波報仇 這是做了一波復刻啊 剛才一模一樣的一個位置 從頭頂下來一個死神 不過現在稍微 我們先看這個死亡綻放漂亮 而且給了一個非常及時的屏障 對 不過我現在要講到的是 收入王朝隊這邊稍微有點抵消 是因為剛剛他們勇敢套出紮莉亞 現在是雙控打單控 是這邊直接鋸在牆角 但是好像並沒有造成什麼有效的擊殺 對手反投一個核爆 這樣的一個中立喎英勇竟然沒有打出成果 被迫要交出這個獵利猛擊 這個差別很大 而且自己的莫伊拉是直接被撞掉 無忌現實不足 對手強交鷹杖 強打 雙方鷹杖都交出來 雙槍控都交出來 還沒有打贏團戰嗎 現在英勇隊補了一個鷹杖 衝了上來 瞬級殺掉了 毛錢再補掉FETA 而且Mirror也活不久了 雙槍控都丟出來 沒有打贏團戰 他還是拿出來 不過當然這一次狀態不太一樣 這一次走的線路也很神奇 是走到點內槍 從點內繞過去 但是Mirror上來挨了一槍 頌林中兩槍 有點危險 但還是趕快把資源投注在 什麼正面戰線 竟然還是有這麼大的落差 我們看到這邊 王淘隊到底怎麼了 剛剛兩邊黑白河的傷害貢獻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落差才對 順著FETA 先有一個透視 這邊連續兩個人投 為自己的隊伍打開局面 六打四的情況 現在手二隊應該會選擇迅速的壓進 Costa還是去把A哥給拉了起來 現在Munchkin再次的倒地 哇Munchkin這樣子打 我覺得真的乾脆拿裂空算了 是的 這邊是感覺 這個時候你就要去 依靠其他隊友 一定要去打出一些足夠的輸出了 短戰的壓制住FETA之後 全部的資源壓在對方的坦克上 想要在點上打出優勢 Munchkin再次的倒地 他的電子脈衝到底什麼時候才要出來 他今天狀態真的是不太好 而且後面FETA這邊也正王 現在場上的DPS 兩個都已經不在場上 想要憑藉坦位和FETA去打出足夠多的輸出 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直接勾到GEDA扔下懸崖 這王上一定要讓盡量多的人回到點內 讓自己的EMP收益 可以達到一個最大化 98強行進點Munchkin 哇 背司機血線一度很低 但是還是保住了 SUN就位了 他抓著FETA打 還好這兩槍都是沒有打到頭 這邊是能夠活了下來 正面現在雙方在做坦位的血線和人命的交換 但是現在進攻方會上一個優勢 而且SUN的位置本來是非常優勢的 不過幸好是有人過來解除這個危機 是的 這邊是直接回到正面 把這邊人壓走 而且GEDA也是被拉起來 雙輔助在場 這一波是有機會能夠守住 應該是沒有太多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滿危險的 我覺得就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哇 這邊是Ajelitus和Kariv兩個人是把輪胎打掉 我們可以看到Kariv的伴葬 他龍已經快要準備完成了 可能會丟在右線 剛講完就丟了出來 就是這個角度 這邊Mushkin是在二樓 直接腳踩一個龍 是被打掉 而且GEDA這個聖兵沒有保住自己的隊友 這樣的話 只是保住主坦的話 是不足以把這個點守住的恐怕 慢了一拍 再度面臨考驗FETA開啟了他的大招 Mushkin側身沒有被殺掉 Space這個驚飛狗跳 還在觀察一個開啟的時間點 這邊MIRROR主坦陣亡 但是對手後排的狂鼠也是被打掉 Mushkin非常漂亮的一個零空炸彈 是打掉對手Kariv的Charta 這樣才對嗎 我們看到確實是 就是無論就像 現在拔刀在跟對手的輔助大招 進行一個博弈 到底誰先開 有GEDA先開了 這邊SORR是同時兩個輔助大招都開掉 而Kariv是沒有開出自己的勝 直接陣亡 是但是Ajelitus也沒死 現在滿血的 他在Kariv的保護之下 有沒有考慮把刀拔出來 有拔了 不過是Flata拔的 這邊Flata試圖想要殺女巫神 前面沒有成功 還好Mirror是直接補刀 但是場面是Ajelitus 拔刀也取得一定效果 核爆清一下場面 保護一下自己的天使 機甲成功上去 但是馬上被黏了一個曼春大戰 FIT還是擊殺掉對手的Gambole 現在場上英勇隊是有機會把這個車是推過去 還是推得過去了 兩邊剛剛同時拔刀拿到的效益 也可以說是都還都不是非常特別的高 想要稍微退一下 把這個團戰變成最後一個團戰 是 哇這邊是後排找到Kariff 逼出聖非常廉價的一個交換 價值連城啊 這個把聖逼出來 Flata已經在微笑了 Munchkin幹得好 Flata在對方沒有保護器的情況 應該是挺大的 這次先手拔刀去找這種小旁邊的人 雙方互有收穫 但是Flata面對的情況會更加舒服一些 這邊是有點可能會有點危險 哇 現在SpaceSpace的小Diva給擊殺掉 這樣打下來最終還是沒有辦法在車旁邊拿到人數上的優勢 最後這一波Gido的勝序還沒有開 現在開出來去Counter對手的陰仗 但對手Kariff的勝進步度也很快 兩邊各交一個保護器 整個扎克陣打起來 節奏大致上都是這樣 近身的纏鬥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Flata倒地 現在少掉一個人的情況 所以王朝隊似乎有一點危險 有沒有辦法反殺 他A哥沒辦法 而且Munchkin自己也把自己的命賠了上去 核爆也沒有出到效果 這邊Kariff開勝 把所有人的血線抬起來 現在全隊都非常的健康 而且等會兒JT刷刀的速度 可以保證在清場階段是有一把刀的 好像要滾雪球滾到 滾到底了 Flata成功的擊殺了一個 但是不夠 現在需要擊殺更多的人 對手又側邊投核爆 Munchkin甚至沒有機會交出回溯 左右都要奶 現在壓力也是蠻大 找到對手的孫 雙方打了一個近身的照面 但自己這邊讓班藏來頂下 這邊趕快叫了一個班藏過來 做火力支援 但是對手同樣也拉了很多幫手 這一來一往 兩邊的動作實在是非常精彩 抓到一個機會擊殺掉Fate 對方倒掉一個奧麗莎的情況 如果A哥這個炸彈輪胎沒有拿到成果 我覺得這個段落對於他們來說是很危險的 是 這邊沒有炸到 只是壓低了前排的血線 但是Sund這個時候是 在對局過程中獲得勝利 那這樣的話 場上的輸出恐怕是不太會很足 Kariff從後面來了一個七飛狗跳 要推掉對手Gito的一個堡壘 雙方會有一個很大的大招上交換 基本上最後一波 但是上來Kariff直接被驅殺掉 龍是丟正面啊 沒有什麼效果 這邊基本上要打最後一波了 還有三十多秒的時間 時間倒是還來得及 咦 這個龍丟正面也是挺詭異 丟正中央其實防守方根本不理你 看到Sund在視野的幫助之下 直接拉到中間來 還好沒有急殺掉這邊的Gito 但是馬上Argelis補刀 這一波已經是一個兩人的優勢了 這樣的話應該感覺很難 雖然Gamler在後面一直在拉人 但是自己的前排陣亡非常多 這個合包的角度非常的漂亮 Space一個斜線的跨地形 這樣的話這個車應該是要直步於A點了 聞到了A產的味道 不用聞到了 因為事實擺在眼前 好嗎 OK